所以我想要請問說 他們有沒有機會會真的毀掉這段混亂 很重的自豪 我覺得雅薇唯一的有點只有誠實 然後她很想要 然後那時候做的就是蠻瘋狂 我其實有一點 就是我有一點受不了 那時候我就做在盲手上 我一直發有點 發抖嗎 有時候被幹到發抖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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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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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大家來到龍心大樂 那我們準備正式開 聽聽聽聽聽 童話故事裡面從此幸福快樂的下一頁長什麼樣子嗎 一輩子的承諾到底是禮物還是惡夢 惡夢 難道愛情就是史詩那麼偉大又轟轟烈烈烈 我們今天就會請上次有來過Linia節目 分享說他們即將要步入婚姻的一對長跑情侶 那我們這次要用星盤來拆散他們 目的嗎 我解盤之後也是這樣 你們已經登記了嗎 還沒 那還好 那我們先歡迎我們的來賓自我介紹 好大家好我們是親愛的漢人 那我是親愛的漢人雅薇 我是巴黎 原住民 不能在人家面前 還好你有四分之一的血 不然會被攻擊 這兩位啊之前就在我們的節目上很囂張 有蠻囂張的吧 蠻囂張的吧 他們就是一直在講說長跑沒什麼啊 一下就九年了十年了 大放閃 對啊然後大家聽完就覺得怎麼可以這樣子 而且他們還有外遇過喔 兩個人都嗎 沒有一個 然後外遇後還要結婚喔 我猜的那個 到底是哪一個我們等一下來聽聽看 但是呢大家應該會想說 欸他們真的是節目上講這麼適合嗎 我覺得我們今天會 需要一個客觀第三者 客觀 就是星座的能量 神秘學人幫我們客 沒有人可以糾正的神秘學人 對 那請問隆隆 星盤裡面有說他們適合結婚嗎 還是說他們會離婚 我覺得星盤正確實用上 比較不會說兩個人到底適不適合走一輩子 因為反正人跟人在一起都是緣分 但我覺得星盤可以看得出來他們兩個適合的點 就在於說他們兩位都是我們的金星處女座 而且度數非常的接近 就比方說他們兩個在愛情的觀念上 我們先不要談性 但至少對於愛情比較長遠的規劃 或是對於吸引的方向 這兩個是很match的 所以他們的金星是match的 第二點是在於說他們兩個其實都有蠻大程度的圖像特質 圖像特質雖然我個人蠻討厭的 會發生什麼事 圖像特質的人 如果兩邊都有土像特質的話 這兩個人比較容易對於未來有一個比較長遠 而且有一個共同的方向跟規劃 你們說我十年後要買房子啊這種 對而且比較實際 而且他們比較會照著規劃去走 這是土像特質一個蠻好的優點 那剛好因為兩位都有土像特質 尤其我們的亞威伊他是有土像大三角 所以他本身對於就是土像的能量 就是對於一步一腳遠這種事情 其實是蠻適合的 所以如果以伴侶來說我覺得在這一塊是蠻好的 就適合長走的那種 對那不好的點是什麼呢 好的就先結束吧 三明治說法知道嗎 講到有多好就聽上一集 比較需要注意的啦 我覺得就是稍微提點他們兩位對方 比較缺少的點 因為像亞威伊他比較缺少水象星座的能量 所以我不知道實際相處怎麼樣 但是從星盤上看起來就是 你可能知道亞威伊的個性是什麼 你可能知道他在想什麼 或是知道為什麼他要這樣做 但是你可能會經常性的不知道他在想什麼 或是他感受到了什麼 Oh my God 那是因為他本身缺少水象能量的關係 加上你本身是因為月亮天蠍嘛 所以你其實會非常的 嚇 要知道你在想什麼 好可怕 給我擠出來 但是他可能會比較困難在這個方面 那這是我覺得巴黎這邊要在長遠的關係下 要明白的這一點 對面一直點頭耶 要不要講一下話 因為真的是這樣子 蠻準的 蠻準的 就像上次我們聊過 就是他需要有一段時間的離開 就那個離開也不是說真的 不是人的離開 是精神上的離開 就是突然之間什麼事情都不想管 他要一個空間 我覺得這很特別 因為他說Evan他在家裡 你就會突然感受到他就突然有一層膜 然後你就不會想靠近他 靠近他他也不會理 甚至也不會有交流 對對對 突然硬化是不是 好像超能力 然後那個巴黎就會很挫折 想說阿不是在房子裡 就會要有一個人可以抱抱嗎 互動 阿你現在是怎樣 而且我跟你在前面的伴侶 你應該告訴我 沒錯 你怎麼懂那麼多 喔因為星盤 蛤太晚來了 這是第一點嘛 那還有其他不適合的點嗎 我覺得相反過來講 就是巴黎這邊其實是缺少了火象星座的能量 那缺少火象星座能量的人 其實比較缺乏主動影響外在環境的正能量 就是營養怪器 你說他本人營養怪器 就是如果他影響別人的時候 他會用營養怪器的能量去影響別人 這不是有理方的說法 因為火象能量強的人 可能會比較積極的太多 那個積極的方式影響別人 他其實有耶 也比較不坦率老實說 就是我會遇到問題我就會消失 然後他一直打電話 或找我就會不理 對可是他突然就說好 我累了他要休息 我就打電話給他 好可怕 然後他要接起來我就掛掉 那個影家就是 中華電信盤 好可怕耶 所以你覺得他們不應該結婚 沒有沒有沒有 星盤的功用就是告訴大家說 你們雙方在特質上缺少的是什麼 然後星盤的功能就是 讓你們互相了解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你們只要接受 對方是這樣子的人 是沒有問題的啊 可是剛剛提起來 好像不好的點都是他耶 Oh my god 他在攻擊伴侶了 等一下就會發現 他的問題真的很多 假的 必須說錄音前 他剛才說那個 逼開頭很多問題 我上次不知道是哪一位 Oh my god 好可怕 我期待接下來的題目 好那我們接下來先問一下你們的問題 就是說因為步錄婚姻的時候 大家都會講說 啊好像一輩子的承諾 但想要問你們說 在什麼情境下 你覺得你們各自有機會打破這個承諾 也就是離婚了 離婚 離婚 其實目前還沒有這種想法 但是我覺得他的話會是 如果給他新鮮感不夠的話 他就會有覺得想要繼續跟我在一起的感覺 哦 對我覺得會 如果他變得很無趣的話 什麼叫無趣啊 你說性愛體會嗎 就是像剛剛前面有提到 就是他沒辦法掌握到我到底在想什麼 對對對 這件事情對他來講是一種樂趣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哦 如果說我很像知道他要幹嘛 或他的情緒怎麼樣 我就覺得這個人好無聊 就他太好猜測反而是無聊的 對對對 可是我蠻好奇 就是結婚其實是一種承諾嘛 那你們對互相在這段感情中的承諾是什麼 想方設法的走下去啊 對對對 對啊 可是走下去你們總有一個談好的協約 就是誠實吧 上次講就是誠實 我也覺得誠實很重要 嗯 我知道這是你的信念 別人家的信仰就是誠實 我都可以試著去討論不同的方式 增加情趣或是增加別的方式 更多彈性的空間 但是一定要誠實 所以你們你是沒有想過 那巴黎有想過離開嗎 我有想過 怎麼時候 你問題這麼多你還是要想 哈哈哈哈哈哈 沒人公進來評划 有啦我記得是之前那段期間嗎 寫論文那段期間 喔對對對 為什麼 反正什麼事 因為我就覺得很像我能夠自己去完成一些事情的時候 我就覺得我很像也不需要有另外一個人 然後我那時候比較消沉一點 對 然後我就覺得他扶不起大家都 就覺得你在幹嘛 就是因為我們兩個性那時候都在寫論文 對 可是他就是很像一直都沒有起色 可是他後來有扶起來嗎 要不然也不會繼續在一起啊 所以是有扶起來才在一起 所以這樣聽起來很像他以後失業的話 巴黎就會拋棄他 把錢都捲走 把那個土像三角那樣都挖光 好不然賺了一輩子被拿走 婚姻是壞東西 我知道他看起來比較他比較會賺 賺錢嗎 我覺得綁住他是好的 對你來說是好的 你說巴黎綁住牙圍是好的 你說對地的財庫 那繼續問喔 由於我們這兩位啊 就是從來都沒有被人家許諾過一輩子的承諾 請你們分享 說有人對你做出這種承諾是什麼感覺嗎 我們很好奇 我覺得就像是我很積極一直跟他要承諾 因為一開始 變得越來越大了 你繼續說 因為我們在一起他就是一個 第一個是他剛開始交往 他是第一段 他就是不會把我愛你或是 他是一個很務實的人 怎麼又會這樣 他就沒有損向能量啊 所以我那時候就覺得不行啊 就是你一定要講這句話 就是拖了也有幾個月 對我就覺得說承諾真的很重 我那時候就比較沒有想要定下來的那種感覺 那定下來是指說我還想接觸世界各個東西 那為什麼現在願意給成 就時間到了我就覺得差不多 這樣子的討論三個月 就只是要一個我愛你 那你會不會很挫折啊 可是我覺得我就會想要去做這件事情 就會覺得我 就是以前隨隨便便便就說我愛你 你現在是什麼意思 畢竟以前都是人家追他 不是他追別人 他就會覺得說 我要努力去爭取到我愛你的感覺 可是這樣雅薇說出的我愛你是 表示他是真的對不對 因為他不是隨便隨便就可以說我愛你 對對對 然後我就覺得這就很珍貴啦 好感人喔 強摘的果實不甜啦 老智會一直跑出來 但是雅薇是這樣感覺嗎 對我那時候其實沒有輕易的想要做承諾 但就覺得說做承諾就是已經真的是想好了 那如果他也這樣對你做承諾你會覺得 可是他如果對我做任何承諾我都會先心裡想說 確定嗎 為什麼 就覺得說你因為他是那種比較容易情緒一來 就會想要講出那些東西 可是我都心裡想說我先打對折 先打對折 所以等於是說你覺得他講的話當下都太情緒化 沒有我覺得我蠻氛圍 他說對對對 對啊對啊 因為他會受到氛圍的影響 所以你覺得你當下講的話其實也有加成 沒有我就覺得這樣可以讓就是這個氛圍很好 可是不代表說我可能當下講有想清楚 他隔天就覺得說沒有欸 欸好不好了解彼此喔 好感人喔 你有料到嗎 快九年十年了 快十年了 快十年了 很厲害耶 好那接下來喔 就是節目上啊 就是他們一直炫耀說他們對彼此心愛就是合到不行 他們一直說一個禮拜就要打好幾次炮啊什麼什麼 然後我想說欸這是真的嗎 還是他騙我們 我們可以看看星盤嗎 那我們再看星盤先講一下我們剛來之前有錯一次 難怪此大 不可能 那星盤有說這件事 十年大很厲害耶 對這個就是我覺得很厲害 而且他是整輩子只幹過這個戲 為什麼你只在乎他我 因為你用過很多了啊 他只用過一個然後還這麼忠誠 你不覺得很偉大嗎 偉大嗎 怎麼會用偉大啊 老人家也很喜歡一直用同一個東西 但是我就會想說一樣會有好奇心啊 但就是他還沒有去出去闖一闖 這個題目在詹型來講算是蠻新的 我覺得以後可能可以變成一個心愛詹型學 喔真的喔 怎麼說 但是我覺得好像是可以先從星盤上來看起來是 誰在假高潮 也沒有啦也沒有啦 但是我這邊收到的資訊只有就是他們兩個 心愛真的是合到不行啊 然後支出又很多 對 然後我看了星盤之後我是有一點點意外啦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從星盤上看起來 先看巴黎這邊 巴黎他的掌管性驅動的火星 今天狀態並不是非常的強勢 主要是因為火星又是分向了土星 其實土星會在性的驅動上面 在心理層面上其實會帶來一些限制 不管是次數上的或者是 責任感的負擔或者是害怕的擔憂 什麼意思 你說我一打炮就覺得說 我人生要怎麼樣 這是對於要釋放這個能量前 土星會給他一個 考驗 指點 雖然我覺得巴黎這邊在火星的暗示上 會覺得好像先天能量沒有到這麼強 但是因為他六分向的金星 所以表示在戀愛對象 其實可以補足你的 不管是內心可能會有一些限制或害怕 這件事情是可以被克服住的 但是亞維的 我們又反過來了 反過來了 亞維的火星非常緊密度數的去六分向的木星 我們之前有提過木星其實就是一個擴張 極星 放大性愛 但它其實是會擴張的 它的能量是擴散擴張 放大慾望 你說我的慾望很大的意思嗎 放大海面積 其實是這個意思 所以我那時候一看到次數多 我就有點想說 如果這兩個人要選一個次數的話 我覺得有可能比較來源是來自於亞維的火星 我覺得要留意的事情是 亞維這邊的火星 緊密度數又四分向的金星 剛剛是六分向金星 所以在戀愛方面可能可以給火星一些能量 可是亞維這邊四分向金星就表示 就是我不確定他的戀愛對象有沒有辦法 讓他完整的承受 或是完整的 展現他的慾望 讓他把火星的能量給抒發完 他老二不是百分之百發揮在百利身上面 所以我就是很想問兩位說 不知道誰的需求比較大啊 或者是巴黎這邊天秤做的特質也蠻重的 所以我會有一點覺得說不定在某一些傾向上面 願意配合他人的傾向 願意配合他人是指說 配合別人不只我這樣嗎 不是不是 就是他人生來這樣 剛剛我火星六分金星 我覺得一定是有關聯的 所以說那你們可以分享一下 通常做愛是誰主動的嗎 請他回答 是我耶 可是我覺得那個主動真的是有意識的 就是我覺得我做愛是不是那種 我很像情緒來或是我想要做 我覺得這件事情會讓我們關係很好 六分向金星 所以他在講說我其實是有嚇到的 所以他是為了補足這個感情而去想要做愛 而且我其實在做愛的過程中 其實如果是真的講性的話 我覺得真的還好 就是做的那件事情還好 可是跟他就是有親密接觸這件事情 跟他的感情的流動 這是做愛他講的不是性 然後他就只是在出發授願 然後還不是百分百 在那邊出發完 對 還有這樣三怕要去哪裡 所以其實有一次經驗是 他就很想要做 因為很難得他很想要 然後 很難得 然後就想說你說飯店那次嗎 對啊我覺得有點太久了 太擴張了 太擴張了 木星給他很冷涼 對然後結束之後我就坐在網友上 我一直發有點 發抖嗎 你說被幹到發抖 我想說看他這樣啊 那你要開心嗎還是害怕比較 可是我覺得我心中會很多 就是疑問是不是我真的還不夠了解他 或是 喔你反而會這樣子看事情喔 最近就只發生過一次嗎 近期一次 那一次是怎麼又發出來的 反正就是服役嘛 然後我們很久沒見 對我們就是聚少離多 對對對 對然後那時候我 因為工作常出來 超常出差的喔 難得剛好一次出差 遇到週末 然後就想說乾脆就一起出出發 對對對我們就住一個 我們就住一個蠻好的 蠻好的一個旅館 蠻好的一個旅館 因為我被捐換的 好近期喔 很近期 很近期 有政府業配 謝謝明天 他真的很瘋狂耶 對啦有一點 反正我就覺得他們兩個雙方 在信這件事情 就是兩個人都在做信這件事情 但是一個六分向精心 一個四分向精心 我覺得對這個 覺得蠻好奇 對 那你怎麼看性愛啊 亞威 如果他不行我就打手槍就這樣 因為我的個性是懶惰 我覺得做愛實在太麻煩 因為畢竟我是一號嘛 我還是要等到零號清理啊 什麼進路然後還要去洗 我覺得這個過程有時候太麻煩 那就不要啊 然後我就等下去就打手槍 但是我打手槍的頻率就會有點高這樣子 他剛才偷偷請了耶 你有聽到嗎 把的厲害 他剛才給我偷偷請了 我就把他興趣很高 我不是說木心嗎 好驚人喔 好吧 那大家加油 就是我覺得聽眾朋友們可以理解 就是理解說你的伴侶 在信這邊 他的需求是比較情感面的 還是比較 受慾面的 或是 我覺得這是一個了解對方很好的一個光具啦 對 對 祝大家幸福 什麼姐 我想問我可以問問題嗎 好 那他這樣子在過程中 他是有情感面的嗎 喔 我會帶情感還是就純粹承受欲 有情感喔 原因是因為他的火星其實有一個 度數稍大 但是有何向的月亮 月亮其實就是他情感的展現 所以我覺得不能指責他說 他就是那個打裝機 他不是打裝機 謝謝月亮 那問一下 因為這一隊在一起太久 他們曾經有考慮過就是開放式關係 然後最後無疾而重 那你覺得星盤上看得出是誰的問題嗎 是抽題給龍龍那一次 對 我們考他 誰的問題喔 我其實不太確定這個開放式關係是誰提的啦 因為我覺得其實兩方都有一個可能 雅威這邊的可能是因為剛剛有提到 火星四分向金星 又六分向的木星的這一組狀態 會讓他也許需求很高 可是現階段的戀愛對象 又沒有辦法去 就是沒有辦法很完整的 接受這個心愛的慾望 所以是有可能的 但是 我是覺得巴黎這邊 心理上應該比較難接受開放式關係這件事情 沒錯 月亮天蠍不太能 沒錯 還要佔有 就算他提這個我覺得都是陷阱題啦 如果是他提這個就是陷阱題 真的假的 你說就看對方到底有想不要出去對不對 是我們朋友 月亮天蠍的人 沒有要共享這件事情 真的 那他可以投資嗎 月亮天蠍會投資嗎 這就是天蠍做厲害的地方 天蠍做厲害的地方 天蠍做我可以了 你不行 天蠍做到戰友 可是他自己的行為是另外一個約束啦 好請你們回答 對 完全對 你可以畢業了 天蠍所以你真的有出過陷阱題嗎 所以我比較好奇 你說我嗎 對啊 因為他是他提的 雅薇提 可是我就說我暫時不行 然後可是我就想說那我問問看他好了 然後他就覺得你現在可以了 然後我就很消沉想說什麼意思 就是你總會有這樣的想法 說到了 你覺得消沉是因為他想要去嘗試其他人嗎 因為一開始是他提的嘛 然後我就說不行 我就想說你應該會把這件事情放在心上 然後你會覺得說 你的另外一半不行 你就應該就是 可是我想說我提 剛剛講的線 就是我提是想要看你現在的狀態怎麼 可是他的狀態是說 OK你提很像可以了 然後我想說什麼意思 你沒有把我放在心上啊 就之前的那個 真的沒有人會懂這個行路歷程耶 真的 你給我講出來耶 月亮天蠍真的可以 應該有很多人可以理解吧 真的嗎 朗朗可以理解嗎 那你可以理解 我水槍能量很強所以我可以理解 就是我不行但他可以的概念嗎 不是是我反問你的時候 我是想要知道你的意志跟真實的想法 你竟然給我回答一個我不想要的答案 四驚死 然後他就會說 為什麼你就不要直講 對啊你就直接跟我說不行 可是直講就會有給你一個空間啊 你一定會講你我喜歡的 他想要聽你真心的答案 好難喔 所以你平常會隱藏你的真心答案 沒有啊我沒有隱藏啊 那為什麼你還不信任他 就是他就想一直問啊 就跟他每天都問我說 我是變胖我是變胖 所以天天都是有一個 你要講說是不安全感嗎 還是他有信任問題 就是我好像必須要回答 讓他安心的答案的那種感覺 而且我覺得亞維這邊應該是 一開始提到他的圖像能量很重 他又沒有水像的元素 所以我覺得他這邊是比較不會主動去 講心靈面 我相信他不是刻意要隱藏 可是他其實也沒有想到說他講這件事情 可是他可能根本也沒有感受到 直到有人問他才會認真去想說 欸我的感受是什麼 這樣不是很直男很笨嗎 很生氣 直男等於笨嗎 這節目是請來的漢人 但是這個好像可以懂耶 就等於說巴黎一定要主動提問 那他的習慣方式就是這樣問 所以他就只好用陷阱題的方式 去找到真實的答案 我覺得他也不是刻意要陷阱題 是他的應對方式 本來就會傾向這樣 因為他天秤座特質也很重 他其實不是很想要一個很硬性要求 你一定要怎麼樣的人 他希望為對方著想 可是我會想知道你的答案 那我問問看好了 結果發現欸 怎麼是這樣 不問不知道 一問就欸 開放式關係的討論 後來沒有實行是不是 但他就沒事了 因為既然沒有公司 那就不用實行了 如果開放式關係 真的實行後 你覺得會為你們感情上 是加分還是口分 表現回答 我覺得應該是加分 喔為什麼 先忽略把力 他情緒好多 因為我覺得 一個感情有一個 安心的位置的時候 我去跟別人做 那就純粹只是醒 原來是錯 哈哈哈哈哈哈 我在說笑笑話呢 一直回答錯的答案 錯了嗎錯了嗎 婚約要沒了 請問把離開掉那個答案是什麼想法 我沒有想到會是這個答案 真的喔 我不知道 我覺得其實也是很想要嘗試 可是我覺得到現在心中 就是還是一個砍 就是我覺得我沒辦法 嗯 做這一件事情 對 那你自己有問過自己 為什麼不行嗎 就是我覺得如果我自己可以 可是我看他我真的不行 對 可是他說他很信任我 然後什麼的 我也覺得我也可以這樣做 可是我就是 沒辦法真的付諸行動 你覺得為什麼呢 行判大師 哇 怎麼了 現在問題是在我身上了是不是 他剛剛一回答我想說 哇錯了錯了錯了 然後還繼續講到底 在氣氛凝結 可是我是想問雅薇說 他把離這邊禁止你做這件事情 那他可以去做這件事嗎 我個人其實蠻OK的耶 我看的這件事情沒有那麼的絕對 我會覺得說性的需求是大家都會有的 那你都同時都是跟一個同一個人 我不相信你不會膩 我是心態是這樣子 有錯了 對我這一題不行完蛋了 觀眾應該有聽出來吧 有說錯了嗎 其實我是有在顧慮他這個感受 所以我就是一直就覺得說 我是不是應該要跨出一步 或是開放 因為畢竟他只跟我一個人 所以我也很希望他的這部分被滿足 就是我們每次聊的時候都這樣 可是 我在真的問自己的時候 我就覺得我真的還是不行 可是我就很希望他也能夠 得到他想要或是 夢想的那種性格 我們先買TENGA好不好 幫忙業備 有啊 我有跟潤蘭買 真的啊 如何有得到那部分滿足嗎 就還蠻有 蠻好的 好可怕 你自己還有想問的嗎 沒有謝謝大家 危險是不是 現在感知到很危險是不是 對 那他們前面其實還有一些隱藏 因為他們愛情之中還有一個弱點 就是他們曾經有一次來我們的節目的時候 他們就有一個先後順序的排序 就是愛情友情事業 然後呢 他們兩位沒有一個人把愛情放在第一個順位 然後亞維森才放在最後面 所以我想要請問說 他們有沒有機會會真的毀掉這段婚姻 很重的字好了 好強的字眼 我覺得亞維唯一的優點自由誠實欸 什麼意思 可是我覺得其實還好的原因是因為他們兩個 其實他們精心都在處女座啦 我想如果今天亞維把愛情放在第一位的話 把你可能會更 覺得欸我被需要 不是欸你真的是我的 但是你這樣放我覺得他理性上可以理解 所以我倒覺得不會到毀掉 我覺得兩個人就是共同的建構這個家 然後在物質上有一個很穩定的基礎 好感人喔 我們開始找溫馨子好像了嗎 現在誰先過世 別人就可以得到雙倍的資產 因為畢竟有兩個土相能量在賺錢 那當然也蠻好的齁 請問你們自己有 原本聽完這個排序之後 心理上都過不去嗎 其實沒有欸 跟我想的一樣 完全答對了欸 星座大師又得分了 我其實蠻看好亞維的事業 真的喔為什麼 不是愛情 不是 還真的不是 事業會怎麼樣發大財 他的土相大三角都在跟事業有關的公位上 我非常期待你人生後期賺錢的能力跟 你說賺錢還是賺民生 都有 二六時光都有 很棒欸 OK問一下喔 因為好萊塢啊 他們電影通常在把愛情都會拍得很偉大 然後他們就會讓人家覺得說 愛情就是要犧牲奉獻什麼什麼什麼你知道 那我想要問你們說 你們的愛情真的是長這樣嗎 因為我們自己很好奇 我覺得可以問巴黎 好像 因為我覺得就是很日常 就是人就是一定會需要 所以我覺得 唯不唯大我覺得不重要 可是一定要有 對我來講啦 我生命中就一定要有愛情 喔 現在跟他是很穩定 然後剛才有討論到未來 那其實剛剛講的離婚 如果真的離婚的話 我覺得我還是會去追求愛情 對對對 好感人喔 我是還好 在他追我之前 我甚至完全沒有想過要談戀愛 沒錯 為什麼 我那時候真的覺得好像 還有很多事情比談戀愛還要好玩 喔 他一直用好玩 但是我真的真的好玩 所以我真的是 在斟酌過的用字 就是我真的覺得太多事情很好玩 但是我蠻好奇的 那如果在一起 會不會有一個 愛的人變習慣 然後你就會開始質疑說 這段感情 是不是只是習慣而不是愛 可是我覺得不會欸 我覺得不會 我覺得我自己會一直營造一個 談戀愛的氛圍 喔 欸要不要舉例啊 這個好像蠻難的 譬如說 有沒有那麼期待的點 感覺可以分享很實用的感覺 譬如說什麼節日 然後就會一定要做什麼 儀式感的東西 或者是我們 因為很久沒見 所以每次見面完 洗屁股 就是吃飯 然後打電話出去約會 就是一定要做這些事情 譬如說就算我們 就住在台北 但是我們還是要到台北的汽車旅館 或是旁邊的飯店 去住一個晚上的那種 就感受一下不同的氛圍 給你的那感覺 而且我最近有在想就是 好像爆雷啦 就是我最近有想要寫情書給他 因為我就覺得 我真的不知道 之後工作很忙 但我就可能寫完放到桌上什麼 我會一直在做這件事情 就覺得他在幹嘛 我可以懂欸 就覺得我一直在付出 那對方到底在幹嘛 聽到錢 我應該之後是很多錢 我好歹你生日的時候 怎麼怎麼 星宗大師想講話 因為我剛剛覺得這個模式 如果反過來會更感人 就是如果你寫了卡片給他 因為今天的狀況是剛好反過來 所以他收到卡片之後 我覺得 他其實比較喜歡 我突如其來的一些驚喜 偷偷的買個東西給他的 所以他這樣也算很學習的路上 我希望有學習到 我希望他如果寫給你 之後你可能要一個 可以剛剛那集是陷阱題嗎 就我只是覺得這個狀況如果倒過來 好像會更完美啦 沒關係 可是他真的就不會啊 我覺得他對感情就是一個 很無感的人 甚至晚上睡覺 我可能還會希望 躺在床上聊天 就是晚上你會親個嘴什麼 他就會說 明天要上班 然後我想說 好棒 你會不會希望說 睡覺一定要被包還什麼的 我每天都躺在這邊 他竟然以為是說 欸我這邊真的很不舒服 欸那個被壓得很累 然後就說 你要不要自己躺 我那天晚上睡不著 我就這樣躺 然後這樣 你做什麼苦情侶啊 可是他隔天就去看病了 好可憐 真的很不舒服 我有調 我有試人 就是看他調在哪個位置 我會比較舒服 所以那你覺得是日常還是愛 我覺得 都有欸 我沒辦法回答這一題 因為我覺得 即便是 習慣成日常 但是我覺得沒有他 我也不行啊 喔 對啊 哇他竟然講出這種話題 我學習 加分 這就解 那問你們 你們人生走到故事的 你知道 從此幸福快樂 快要到下一頁了嘛 那想要問你們說 那個日子到底是跟你一個人的時候差別在哪裡 我跟你講這一題只能問我 喔真的喔 因為他沒有一個人過 喔真的嗎 你說從出生的時候 不是他不是一直在那個 喔你都無縫的喔 對 他是破碼 不會 心白有看出來 嚇了 那問題 那你覺得差別在哪裡 差別就是多想一份行李 其實我覺得是有點累 多想一份 多想一份 但是我覺得這一個過程是 是很好玩的 喔 對對對 就還苦中帶樂這樣子 也沒有 苦 就算你認證做一件事情 就算過程再怎麼累 可是有一個結果 你就會覺得 欸很有欸不錯 我只聽到一個字 累 怎麼可能這樣解讀 而且有時候 有時候我真的會不小心的 以為我自己還是一個人 這件事情對他來講是 慢慢的慢慢的 喔什麼意思啊 就我會突然就覺得說 為什麼你要管我去哪 你想我想去哪就去哪 比如說他一大早起床 他就出去買早餐 他就吃飽了 就在用電腦 我起來我說 欸走去吃早餐他吃過 我想說我呢 欸這蠻過分的 可是我每次早上起來 我都會做早餐 一定會做兩分 不然我出去買也會幫他買 我就覺得為什麼 這有另外一件事情 是因為我吃什麼都可以 可是我不知道你想吃什麼 可是我又不想吵醒你 會不會離婚啊 怎麼會十年還是不知道他要吃什麼 對啊 他的每次吃的都不一樣 喔 他每次吃的 今天想說我想喝紅茶 然後如果你多買紅茶 他就說我想喝奶茶 他覺得他很難搞 亞衛覺得他很難搞 他的眼神我看到了 完蛋了啦 因為現在狀態 如果是狀態 就是乾脆我就 坐在電腦前面等他醒來 然後再問說 要不要去吃早餐 所以還是有挑戰 可是我們之前 一個很好玩的問題是 我起來我就很想抱他 跟他親親幹嘛的 他就突然說我好餓 不行嗎 人家不能餓 然後因為我說 打斷了這個氛圍我就覺得 好煩 欸好我直接問了 為什麼巴黎對愛情 會有一個那麼夢幻般的想像 金盤上有這樣 夢幻般 你不覺得他該描述的每一件事情 都很像在看電影嗎 我覺得他們兩個最大的差異 是因為他們的金星跟月亮 因為金星掌管我們對愛的能力 然後月亮掌管我們的內在需求 跟我們的情感 巴黎這邊的金星跟月亮 屬於一個六分項的狀態 他其實需要一個非常和諧的狀態 他愛人的展現能力 會透過可能接觸的方式 比較親密的方式去營造這個狀態 可是亞威的就相反喔 亞威是分項 亞威有衝突 他對於這樣的情緒 跟他對於愛的感受能力 其實是有一段落差的 那他表達愛的方式是哪一種 亞威 打妝機 我現在就要注意了 後來越快我就要注意了 好棒喔 可是其實亞威這邊 還是有對於情感的內在需求 可是我其實有發現就是 我們有談論說 我們之後要不要有小孩 然後他非常期待有小孩 那你呢 我其實就是覺得他的那個期待會覺得 蛤 我還蠻享受我們兩個人的生活 哇 他是會恨小孩搶走爸爸的那種人耶 是吧 是 亞威你連兩個人都忘記 然後你還想到第三個人 不知道為什麼就蠻想要養一個小孩 他就很想要小孩 我很想要有小孩 因為有多變阿 那是有趣的事情 有可能 對 我很好奇 所以你是真的會覺得 小孩會搶掉你的關注 沒有我覺得說如果有小孩的話 就要像美國的那種影集 就是他有自己的房間 他從來就要自己睡 就是有一個界限可以 天啊 可是他就覺得應該要一起住阿 然後應該要怎麼樣阿 然後我就覺得蛤 完了 你覺得他適合養小孩嗎 亞威蠻適合的 為什麼 因為亞威的武功 武功是長官跟小孩有關的功位 然後武功的光主心火心 就是打妝機那個星啦 火星跟月亮合相 所以小孩對他的情緒的 不管是安撫 或是他的需求都會 是一個蠻穩定的存在 火星讓他打妝又讓他養小孩 他有小孩 他情緒會變比較好是不是 他現在情緒應該也沒什麼太不好 可是你的小孩 跟你的伴侶 就是會有一個衝突在 就是從你的角度可以看到的事情 天哪 他真的在開玩笑 他說如果有小孩的話 他一定是跟小孩一國的 他就討厭我 你真的會不會討厭 你真的會不會討厭 我不知道這個星盤想看得出來 伴侶跟小孩的關係 看得出來 等一下那好 那我們看一下巴莉的跟小孩的 那我可以補充就是 其實我們有討論小孩的性別 那你想要什麼 我要男的 我要男的 我想要女的 為什麼啊 我不知道我就是喜歡女孩啊 我這樣講很不對 可是我覺得女生好麻煩 對 情愛的害人 這是情愛害人 你想幫他們洗澡嗎 不是想碰到嗎 可是你們有共識嗎 所以如果一個想要男的 一個想要女的 我也不是說討厭男孩 只是說如果女孩更好 哇 怎麼會這樣 那為什麼你想要女孩 我不知道一個直覺 這是一個直覺 女生很 不要讓我剪掉 轉給你 轉給你 不是 那那個巴黎星巴 有看得出他跟小孩之間的關係嗎 好緊張 我覺得你的小孩情緒會蠻差的喔 而且我覺得 可能會有暴力事件 我覺得會耶 因為我是那個教育體系出來的 然後我其實是有去實習的 然後我就發現我對小朋友的那個情緒是很不好的 所以我就覺得我不能當郭曉老師 你說不好是說你會覺得他們很吵 就打他們那樣子 不會 內心 沒有因為是說我的那個氛圍 就是他們如果沒有按照我的 我是一個就是掌控力很強的老師 他這樣講不是很多問題 沒關係 終於換你 我會覺得我這樣是為你們好 你是你媽耶 因為他媽常跟他講這種話 情樂道師 結果他複斯克版耶 怎麼會這樣啊 因為我記得我真的很深刻 是我跟小朋友有一次就是 蛤 我覺得這講出來真的有一點 會有一點社會問題 可是我們真的解決 我們沒有早期上次什麼解決 反正就跟一個小朋友在上課的時候 然後他就一直講話聊天 我就跟他講說好你不要再講話不要再聊天 可是他卻沒有理我 那我就覺得說好啊 你現在在班上這樣子直接對 我就開始用這個小地方 好可怕 可是有一次是我發現我這樣的情緒 對那個小孩嚴重是 有一次他們發現那個小孩 蛤我這樣講的對嗎 反正那小孩子就去割完 是因為你造成的嗎 他們會覺得 因為他會覺得他很像沒有辦法被老師認同 然後我這件事我自己有去跟職商聊 然後我也請社工介入 反正那一次之後我就覺得 蛤我覺得我沒辦法當國小老師 所以我就沒有當 這好嚴重 我就沒辦法當老師 我自己認為 那小孩後續有處理好嗎 有有有有 就有跟他家人講 可是還好 因為就是割完 這樣割不會怎麼樣 除非要這樣割 誰哥你管物理上的 我在問他心靈上的吧 雖然說我之後的就是 實習成績很高 然後我們老師也覺得 你很適合去當老師 然後我就直接把這個故事 跟我們的實習教授講 那我就不及格了 教授嚇壞了 五十九 會秀 教授真的嚇壞了 然後教授也會覺得說 那沒關係我覺得你真的不適合 可是成績還是很漂亮 可是我就沒當 OK 我覺得心靈上 如果要給建議的話 我覺得沒有說 兩個人不能養小孩 但是我覺得主要是 巴黎這邊 需要把你們未來 可能有的這個小孩 視如己出 就你要把他當作是你的 像你想佔有雅薇這樣 佔有那個小孩 你的發展會比較好 所以其實我沒有想過 如果是帶驢母 然後要用的金子 就用他的 因為不管 我沒有聊過 不管是他的還是我們的 都可以視如己出 這個策略很聰明耶 這樣才會讓他覺得 那個小孩真的是我邪漏 來自於他 對 然後補足他的心腫 沒有因為我們之前有聊過 是他的親子一個小孩 我已經是一個小孩 我就說你的小孩已經睡客廳了 太可怕了 這好像是解套的方法耶 好謝謝你們 自己還有討論過這種 這麼重大的議題 好酷喔 那想問一下說 星盤看得出他們是原住民嗎 看不出來種族 謝謝 現在的科技沒有到 星盤看得出種族 那問你們 因為他們就是 本身真的很在乎原住民的議題 那這件事很特別 所以我想要看那個 星盤的時候有沒有暗示出來 星盤公位中有一個公位 是大家比較常忽略的 就是跟家庭有關的事公 那事公除了指涉你的原生家庭之外 其實也指涉說你的根源 祖先 甚至是協同跟種族 那其實你們兩位在星盤中都有暗示到說 原住民的身份 這個身份從星盤上看起來 對你們的影響是有差異的 以巴利來說呢 她的四公主星木星落在了命度 原住民血統身份跟這樣的題目 它其實對你的人格的構成的連結 是非常深的 但是雅薇伊這邊狀況 從星盤上看起來比較不一樣 因為你的四公主星木星落在了八公 強調的是你繼承了原住民族這個身份 會給你帶來某一些的好處 對不管是可能家族的資產 或者是你繼承這個身份之後 可能可以額外的獲得什麼樣的資源 這是原住民的身份對你們兩個的影響 我覺得在星盤上看起來比較不同的地方 這會影響到我們去追求權益的動力嗎 積極度是可以看得出來 你們結婚後還想參與是不是 不然呢結婚後就沒有之後了嘛 我覺得會比較積極參與社會運動 對於人生整個脈絡來看的話 雅薇伊比較適合一點 為什麼 因為其實法力的星盤 他比較會以家內事務為主 家庭主婦 還有自我的人格的發展為主 所以說我可以不用再去了吧 所以說我可以不用再去了吧 可以斷交了吧那些朋友 那些朋友 剛好 好厲害喔 那我最後想要問一下 比較嚴肅以及可怕 請問你們在求婚之後的一分一秒裡 有沒有兩位曾經後悔過 我有耶 為什麼 為什麼 我就是一個很情緒化的人 所以只要發生什麼事情 我都會覺得 蛤我是不是做錯決定 然後這個人很像 跟我想像中的不一樣 對 所以發生什麼最大的事件 是你至今覺得 吵架其實也都還好 就吵架啊 或是怎麼感覺 什麼事情又重新來過 曾經吵過事情 重新再吵一次 或者是說那種感覺 就譬如說 好不容易我們兩個 很像對於生活有一個共識 然後他的那個狀態又來了 所以我就覺得 怎麼都沒有變 那我這樣問喔 那誰比較可能提出離婚 你問我嗎 新判看得出什麼 對新判 很好奇耶 我覺得是把離這邊 為什麼 因為天蠍座雖然有執著的成分 可是 如果他真的要斷捨離的時候 也會比較狠心一點 那可以問他 因為他 對於過往的經驗是不是 都斷得很快嗎 請問 蠻快的 你要問他怎麼斷的 怎麼斷 就直接離開啊 如果說同居就直接離開 然後也不跟別人講 蛤 嚇到 很可怕耶 為什麼 是因為他要打你嗎 還是你自討你 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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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聽更可怕的 其實我可能就會抹黑他 他會在所有的朋友圈面前抹黑他的前任 可是真的有一些問題啊 真的有一些問題 我相信 有些問題 但是他會放大成是對方的 只有對方有問題 所以其實到最後那些朋友就是跟著我 所以他就會很可憐 好可怕 現在是因為他的朋友圈是跟我重點 不是我的朋友圈跟他重點 那這樣還會不會有那個問題 就是朋友不是他的問題 因為把離很需要東西是屬於我的 所以我一直逼他說找出自己的朋友圈 往外擴 有耶 你剛剛那個問題我之前才 剛來台北跟他在一起的時候 其實我就覺得你的朋友 那是你的朋友 那不是我的朋友 所以在互動上面我都是那種 不會主動跟人家打招呼 我不希望我是 因為是亞威的另外一半才認識我 現在他搶過來了嗎 蛤現在嗎 還在努力 好厲害 那至少這個砍過了吧 跟朋友們 過了過 因為我們會跟 他的朋友一起講他的玩話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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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5G就是壞話 對 好厲害喔 那最後如果有人問你們 他們即將進入婚姻 然後他們覺得說好困擾 到底要不要進去 你們會怎麼各自跟他們建議 我會希望不是衝婚頭而結婚 完全不是衝婚 因為我們身邊有朋友是 用求婚來挽回他們的感情 蛤 就是他們已經有很多問題了 然後他們就營造一個求婚儀式 或是說我們之後求婚吧 然後就是好像就讓他覺得說 我們還可以繼續走下去 結果已經求婚囉 戒指都給囉 都套在對方 分手 然後是因為被劈腿 然後分手 我就覺得說不要用 不要因為你感性 然後就覺得說 好啊姐 我應該我就是要用理性的方面去想 他真的沒有感性耶 對啊 土相能量 我覺得就去啊 因為還可以離婚啊 那這也是個過程 那你之後還可以再結啊 對啊 又不會因為你離過婚 然後你掉嫁或怎麼樣 這是一個過程啊 兩個答案都蠻好的 沒辦法反駁 觀眾自己決定喔 跟你妹沒有人吧 現在有人跟你求婚 OK 好那我們今天看到這裡 沒想到最後走向一個溫馨的走向 我自己是蠻失望的 那你自己有什麼看法嗎 對於這一對情侶 我覺得從他們的心拍中看起來 真的是 可以看到人跟人的相組 真的蠻有趣的 喔怎麼說 然後我相信今天從占星的過程 應該可以讓他們 多多了解自己跟了解另一半啦 嗯 那這樣的了解對於 到底要不要真的結婚 可能可以有一個幫助的作用 所以我覺得大家都可以 好好地善用占星這個工具 加油 好 祝福大家婚姻美滿 你們覺得自己辦得到的嗎 可以啦 試試看吧 好 努力 怎麼那麼勉強 好啦謝謝大家 祝福他 大家晚安 大家晚安 拜拜